我记得很清楚的有一次 我爸从楼上摔下来 然后全身是血 别人背着他去医院抢救 最后抢救过来了 这之间没有任何人告诉我 一直都是我回家以后 我看见那个拍的片子 我才知道这个事情 然后我就问 我说这个片子是怎么回事 他们刚开始还不告诉我 后面我看片子上面有名字 我说这是怎么了 无意中他们就说出来了 他说是摔的 我说摔成这样这么严重 什么时候的事 他说都半年前了 我就看着明显 我爸脸上五官都变样子了 眼睛特别凹进去了都 那时候我就说 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们就说害怕影响我工作 我说你这是抢救过来了 如果你抢救不过来 你怎么给我交代 他们不告诉我 主要原因是 他们知道我告诉我了 我也没有办法 我有时候也回不去 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不孝子 做不到可以在床前尽孝 其实每个人都打过退堂鼓 但是当你打退堂鼓的时候 你就看到国家 或者说我们基地或者别的地方 有火箭升空了 送微信上太空了 当你看到这一刻的时候 听见点火那个声音的时候 你就特别自豪 特别有精神 感觉到自己平时干的工作 是与这个有息息相关的 觉得自己还是做有意义的事情 慢慢慢慢的就是这种动力 一直在促使自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呆在家里 感谢观看